王东魂技释放画面被改 容环技术已出现成熟 爵士唐门动漫第十二集已经更新了 这一集主要讲述了霍宇浩团队和携换乐团队的比赛 但是在这一集中还有许多精彩的细节 可能有些网友并没有注意到 在这一集中 王东在霍宇浩团队中扮演着主攻守的角色 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最终 他成功击败了魂尊的携换乐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但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 王东释放魂技时的画面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第一魂技还是第二魂技 他们的画面与以往完全不同 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次的画面经过了动漫官方的优化 通常情况下 魂技的释放画面很少被修改 除非魂技本身发生了变化 然而王东的魂技目前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其释放画面却发生了改变 据我个人观察 这似乎是动漫官方对王东的魂技 释放画面进行了调整 毕竟之前的魂技释放画面做得确实一般 现在的要好看多了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王东的第一和第二魂技的释放画面 可能会采用这个新的画面 灰色之前的魂技释放画面已经被替换掉了 另外就是 王东在本集使用了绒环 在斗罗大陆第一部中 我们曾见过绒环的效果 不过只有主角唐三使用过几次 但在第二部中 绒环的技能已经得到了完善 根据本集的情节描写 王东成功地将他的第一魂环和第二魂环融合在一起 并最终利用这一招成功击败了邪幻月 从爵士唐门动漫中可以看出 绒环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仅仅是唐三和王东 许多人也能够掌握这一技巧 尽管使用绒环的人数不多 但并不意味着了解绒环的人少 这是因为绒环需要时间来准备 所以使用绒环的人数相对较少 绒环 Usually 绒环境的角色